传统葫芦,北館传统葫芦,韩信恩卜 赵昆蓮议员,请布袋庆和仙,布袋庆和仙演座, 有一个心灵的皮疗齐兰庙,是后壁的派安公妈祖,出现烙镜道,心灵的皮疗, 就是天鹅府南边那个齐兰庙,晚上住壁,晚上有庆和仙的演座北館, 演座传统葫芦,韩信恩卜,韩信西汉初年三者,江里,韩信蕭文,韩信凌驾, 韩信后来被李后害死,韩信后来作神,韩信在21世纪还是20世纪, 也有求一贯道,三国赵子龙将军也有求一贯道,一贯道的法律庆, 文的武的共有八位,武的法律庆就是名将啊,三国名将官公啊,张辉啊, 然后再加上宋朝的,岳飞啊,然后还有更古早的,好像是商朝时代啊, 黄飞虎就是东越大帝啊,就是官公、张辉、岳飞、黄飞虎, 黄飞虎之历最早,黄飞虎时代更最早, 再来官公、张辉、岳飞,这是武的法律庆哦,文武法律庆共有八位, 现在要讲文的,文的法律庆有南海族哦,就是观世音菩萨, 然后有长生大帝就是南极仙翁,八仙的智障南极仙翁, 那还有,八仙的那个李栋兵李仙陈阳帝君,就是胡余帝君, 然后还有,地藏古佛,地藏古佛,一贯道的法律庆,文的武的共有八位, 地藏古佛